我要怎么样去提升我自己的免疫能力 其实人体它是一个恒定的机器 日常的保健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提升免疫能力的部分 第一个规律的作息 第二个部分即使是冬天 我们还是得要建立运动的习惯 常常有人说要活就要动 所以运动它是维持我们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百分之九十九的健康都是吃出来的 饮食的品质和免疫力息息相关 想要扭转癌症 三高慢性病 好好吃就对了 我建议还是以均衡饮食 适量的摄取六大类食物为主是最好的 那什么叫做六大类食物呢 就是顺骨肝筋类 蔬菜类 豆蛋鱼肉类 水果类 奶类以及油脂类 以主食顺骨肝筋类来讲 像糙米 薏仁 紫米 或是绿豆 红豆等等 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会建议可以把一部分的肉类 以豆制品取代 比如说像是豆腐啦 豆包啦 那我们人体有摄取到蛋白质 但是也不至于会有额外的一些油脂 或者是胆固醇之类的一个摄取 第三个部分呢是油脂 我们可以把一部分的坚果取代日常食用油 那我们建议取代的份数一天大概就是一份到两份的份量 再来我们以为的蔬菜可能就是我们知道的像一些叶菜类啦 萝卜啦 或是一些瓜类 可是除此之外像海带啦 海藻啦 紫菜啦 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还有像维生素C 它在预防感冒也是有帮助的 那维生素C主要的来源呢就是水果 所以每天摄取两到三份的水果呢 它也有助于我们免疫能力的一个提升 藉由均衡饮食 我们身体就可以得到所有营养素 自然而然它的免疫能力就会增强 好吃啊